我们加ID有三种方式 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刚才我们设好了ID 设ID怎么设呢 首先就是我现在像各位已经知道我的ID了 CHONGTSCC 等一下我要请各位可以把我加入成为你们的好友 但是我还没加各位 所以你可能你加我为好友你看得到我 但是我还看不到各位 所以来你各位怎么加我 先看一下在好友这里 现在不一样了 在第四个 第一个好友这里 然后呢 我刚才整常讲的是四个 上面有一个加好友的 有一个加至少有一个图案 它上面有一个加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看到 在你要先点到好友这里 然后上面有看到有一个图案有一个加 点上去 是不是各位可以看到有邀请行动条吗 摇一摇ID搜寻 有吗 有看到 好 那因为现在第一个教各位的叫做ID搜寻 那个ID搜寻 有没有 ID搜寻 好 然后呢 我先跟各位讲 先 你今天急着加我好友 因为我们有三种方式 我们先把 你加了我了之后 你第一种方式就加了我了之后 第二种方式就没办法试了 你就要只好找周围的同伴试了 好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 那我说好 在哪一个工作 就是先不要再做了 就是先不要把我们加进去 等到三个工作都都稍微看过了之后 你可以决定你要用哪种方式来加都可以 先第一种 加入好友 嘿 这里 你看我再重讲一次好了 我们流畅的讲一次 在line里头的第一个叫做好友 好友的上方 这一排的上方 这里 有一个人的图案 有一个家 可能各位有一些人会不太一样 但至少看到有一个家 或者加入好友 这样等等的图案 或者字样 然后各位去点这一个 它上面的字就叫加入好友 然后呢 上面的图示就变成邀请 行动条码 遥遥 ID搜寻 现在我们第一个交通的各位是ID搜寻 从第四个开始ID搜寻 ID搜寻之后 各位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打入我的ID 就是CHONGTSCC 你的ID会显示在这里 但是各位现在要找我的 比如说我这边打一下CHONGTSCC 打完之后 有时候它自己自动就跑出来 有时候你要按这样搜寻 它就会搜寻 在这边搜寻 找到这个 如果这样找到了 就是了 但是底下各位可能会有加入 请先不要按加入 好不好 至少你可以这样找到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左右邻居 你现在做的左右邻居 现在有认识的 你也可以互相交换一下ID 先搜寻一下 可不可以找到对方 可不可以 来先试一下 我再快速的再讲一次 我先到四个组 来没关系 我先整个操作过 给他再 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加我进去了 我说有三种方式 先别急着加 我们三种方式都交我 那等一下它都试完了之后 再加 来再讲一次 好友这里 的上方有一个加的符号 点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有四个 邀请行动条码 摇一摇跟ID搜寻 请各位我们先点最后一个ID搜寻 然后呢 上面是你的ID 个人自己的ID 底下你是要 你要准备找好友加进来的时候 那个好友的ID 好 所以假设呢 你就找到我的叫 CHONGTSCC 找到了之后 这里打入之后 你可以按搜寻 就找到了 诶我的图案长这样子 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图案 等一下我再教各位怎么用图案进去 好不好 好 底下有加入 先不要按加入 至少你确定你可以找到我 好不好 可以找到我 好来 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